对于女性私处,相信很多男性都是很好奇的,而且每个女性的私处都是不一样的,而没有性经验的私处都是粉嫩的,有性生活的女性,私处会有些发黑,显得很成熟,那么最美的音部什么样,女人私处什么样最完美,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 前几天收到了一则投稿,内容如下,因为男朋友嫌弃我,我去做了小阴纯整形术,我今年24岁,之前一直是母胎单身,半年前认识了现在的男友,很帅气,身材也很高大,之前似乎谈过不少恋爱,再交往了大概半年左右,我决定将自己交给他,结果,却发生了一件令我无比尴尬的事情。 过程本来进展得还算顺利,结果我男朋友突然停下了,说为什么我的阴纯一大一小,看着不太正常,听到这个话,我整个人就定住了,不知道该说什么,因为我天生就是这样,我也很羡慕那些看着很正常的女生。 后来我在网上查询资料,下定决心去做了阴纯整形术,和男朋友的关系也变好了,其实大部分女生,都存在私处形状焦虑,分别有明明是处女,但我的私处却发黑。 以后男朋友会有误会吗?阴纯左右不对称,一边格外肥大,还有点黑黑的,这是正常的吗?有点心动,那个私处整形,好像还能美白,女孩子正常私处,到底长啥样? 今天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,一,小阴纯整形术,会有什么风险吗?性器官也能美容,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生殖器美容悄然兴起,而随着生活质量越来越高,性学理念改变越来越,多人选择修复重建及美容的方法,提高外生殖器的外形和功能。 据统计,女性常见的生殖器美容整形手术,包括小阴纯缩小整形术,阴道成形术,阴道缩紧竹,阴道年轻化手术,据点增大术,以及处女膜修补手术,开头中提到的小阴纯整形术,也是生殖器常见手术之一,这是一种针对小阴纯肥大,不对称或畸形等。 推出的一种整形手术,手术最初的目的,并不是为了弄一个漂亮的阴纯,而是用来治疗阴纯肥大,部分女性由于阴纯肥厚,可能影响到日常走姿和坐姿,甚至引发感染和炎症,因此需要手术治疗。 但如果单纯为了美观,而跑去做小阴纯整形术,真的没啥必要,发表在据萨克斯的研究上,一项基于互联网的问卷调查发现,开展阴纯手术的主因,39%是日常不适,33%则是美观需求。 而在并发症方面,发生率高达20.5%,其中14%为开裂,9.3%为明显出血,一例则有伤口感染。 二,四处长成这三种样子,其实都是健康的。 2020年,一向针对4513名的男女生,就阴部照片停价的研究调查发现,结果发现,他们不仅认为手术后的阴部更好看,同时也觉得那是更正常的。 正常情况下,大阴唇位于两腿之间的纵形皮肤,这部分包含了毛发,毛囊汗线皮脂线等皮肤附属物。 小阴唇的位置,则位于大阴唇内侧的一对薄皮肤皱皮,平时处于闭合状态。 可能在不少人看来,正常健康的私处应该是长这样的。 阴唇对称,颜色粉嫩,皮肤光滑无褶皱,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认知。 一,形状,无论是大阴唇还是小阴唇,并不是一比一对称。 很多人都是一侧略大,一侧略小,就好比我们的身体的眼睛眉毛,胸部等一样,只要不影响身体健康和日常,无需过于担心。 二,颜色。 阴唇的颜色并不都是粉嫩的,经常穿紧身裤与内裤摩擦,或使身体肥胖,大腿根部摩擦严重,以及在雌激素的作用下出现色素沉着,都会导致阴唇颜色加深。 三,肤质。 外阴因为有毛囊皮脂线等生理情况,所以肤质并不一定是光滑的,且随着年龄增长,尤其是晚年时,雌激素降低,阴唇失去弹性,就会出现更多皱褶,就好像人的指纹一般。 三,阴唇的形态也是独一无二的,学会欣赏自己阴唇的特色,接纳自己。 三,四处软糖。 吃了就能让四处变甜,前段时间。 网上流行者一款阴道软糖,据说吃了会让四处变香,真的有这回事吗? 根据软糖官网介绍,这款阴道软糖,添加了一种,较凝固牙包杆菌的益生菌,可以调整阴道菌群PH,让阴道保持气味清新。 然而根据,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天然药物,综合数据库显示,益生菌仅用于缓解肠道不适,和便秘方面,并没有论文证实,益生菌对女性生殖健康有帮助。 另外这款软糖,主要成分为维生素C和菠萝汁提取物,这两种营养成分,也不会让四处变得香香。 要知道健康的四处,是无味略带腥味,或者原味酸奶味的,之所以有酸奶味,是因为阴道在一定环境中,会有一定量的乳酸杆菌。 当然,每个人四处味道,会因生活习惯略有不同,但若是没有其他症状,不必担心。 但若是有这些味道,就要提高警惕,于腥味,细菌性阴道炎的表现之一。 当嗜血杆菌大量繁殖,就会产生这种气味,若伴随有明显臊氧灼热感,就应该引起重视。 腥臭味当阴道炎进一步发展,就会有大量艳养菌,阴道毛低虫混合着细菌滋生,从而代谢出腥臭味。 恶臭味这种意味非常大,可引起人体明显的生理不适,多鉴于中老年女性重度炎症感染,这种味道,也会在恶性肿瘤导致的组织坏死。 留业时出现,总之阴纯的形态,并不是统一的,也不是完全对称,但只要没有其他异样,且不影响日常生活,那就是正常的阴纯形态,不要因无谓的焦虑影响健康的生活。 男女夫妻生活的五个冷知识,别说你一个都不知道。 一、接吻消耗的热量不多,许多人相信,接吻可以促进卡路里消耗的传言。 在婚姻生活过程中,多接吻的好处是显著的,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,其实这种方法并没有减肥的效果,消耗的热量也不多,要想真正减肥,就要控制热量的摄入,注意多运动,通过单纯的接吻,并没有太大的减肥效果。 二、体毛与性功能有关。 体毛的多少与性功能无关,体毛过多,主要是一个人雄性激素比较旺盛,导致的症状。 但是对于体毛多的人来说,也是很好的保护作用。 这样在性生活的时候,可以预防疼痛的症状,也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些细菌进入。 因道,这是因为体毛,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 此外,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做户外运动,有节制的性生活,用手和过性生活,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 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到生理满足。 而且,男性朋友一般都会用手来解决问题,但是女性朋友却对这两种方法不太了解。 所以,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,女性朋友用手和过性生活的区别,以及女性用手和过性生活的好处。 一对心理影响不同,用手的女性朋友往往会存在一些心理压力,因为男性朋友在用手解决问题的时候,会产生一定的快感。 所以,女性朋友在用手解决问题之后,往往会感到非常的不自在,甚至还会出现心理阴影。 这是因为女性朋友在用手,解决问题之后,对男性的崇拜感就会产生,从而导致心理压力增加。 所以,过性生活之后,女性朋友往往不会产生任何的心理压力。 二对健康的影响不同,女性朋友如果用手解决问题,很容易使自己患上一些妇科疾病。 因为用手的过程中,由于男女双方的快感,女性会把更多的细菌带入到阴道内,导致阴道感染,造成阴道发炎。 所以女性朋友,尽量不要用手来解决问题。 如果过性生活,女性朋友的私处是处于一种开放状态的,会有很多细菌进入到体内。 如果不注意卫生,很容易造成细菌感染,导致阴道炎,盆腔炎等疾病。 所以,女性朋友在过性生活时,一定要注意卫生,不要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 三对夫妻感情的影响不同,女性朋友如果选择用手,就会影响自己的性欲望。 在生理上,会很容易引起自身的不舒服。 所以,一般都会选择夫妻生活,但是如果女性朋友,在夫妻生活中不能得到满足,就会产生性冷淡,或者性功能障碍的问题,甚至对夫妻感情造成影响。 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,如果可以的话,尽量不要用手解决问题。 我们都知道,和谐的夫妻生活,对于夫妻双方来说,是有很多好处的。 在身体上,可以增加双方的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,使身体更加健康。 在心理上,可以有效改善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,使双方之间的感情更加甜蜜。 如果是女性朋友来说,还可以有效地缓解,女性压力和焦虑,从而使女性更加年轻,对于男性来说,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增强男性体质。 因此,对于男性来说,适当的夫妻生活是很有必要的。 当女性身上出现这几个变化时,多是在提示衰老来临,要及时引起重视,开始养生了。 一、月经量减少,随着年龄的增加女会进入更年期,更年期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绝经。 初期会表现为月经量减少,月经周期紊乱延长等,直至月经完全消失。 二、盆底肌松弛,盆底肌肉支撑着膀胱,子宫,直肠,让他们保持在正常的位置上,随着年龄的增加盆底肌,会逐渐松弛,无法拖住盆腔内的脏气。 更年期前后的女性,可能会表现出排尿困难,尿失禁,子宫脱锤,排便异常,以及慢性盆腔痛等。 三、臀部下垂,年轻女性的臀部,会更浑圆紧实一些,随着年龄增加,臀部会慢慢外扩。 下垂,尤其是长期久坐的人群,臀部脂肪堆积得更快,年龄增加后下垂得也更为明显。 四、腰围变粗,女性到了更年期,会明显感觉腰围变粗了,因为年龄增加后,体内雌激素的分泌水平会明显下降,导致身体对于脂肪的代谢能力下降,更多的脂肪会堆积在腰腹部。 五、关节疼痛,处于更年期的女性,体内雌激素水平会明显下降,对骨骼的保护力也会减低,骨质流失加快,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问题。 发生骨质疏松后,骨骼的承重力会明显下降,日常轻微的磕碰都可能会导致骨折,且由于骨骼承重力不足,会让周围的肌肉,韧带紧张,从而引起关节疼痛症状出现。 三、女人五十岁后若没的这四种病,恭喜或活过八十岁,过了五十岁,女性会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,在走下坡路。 多种疾病也容易在此时发生,如果你年过五十,身体还没有这些疾病的话,或有很大的希望可以获得长寿。 一、心血管疾病。 心血管疾病是导致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。 2019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死亡,可归咎于心血管疾病,是乳腺癌离世人数的十二倍。 心血管疾病是指心脏。 血管疾患所致的疾病,包括关心病、高血压、肺原性心脏病、心力衰竭以及心肌病等,相较于男性。 很多女性心血管病患者,没有得到及时规范的药物治疗。 血脂、体重等风险因素的控制,也不如男性。 至于女性出现胸闷气促等症状时,很多医生会先入为主。 考虑是情绪因素所致有很大关系。 女性在日常一旦出现这些症状,要优先考虑是否有心血管疾病问题,及时去进行相关的检查,评估是否有心肌缺血问题。 2. 癌症 柳叶刀全球健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,2020年约有530万,70岁之前的成年人死于癌症,其中女性的占比为230万。 如果对女性早期检测、诊断以及规避癌症风险因素,每年约可减少150万女性,因癌症所致的过早死亡。 如果每位女性都可以获得最佳癌症照护,还可以额外挽救80万人的生命,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女性癌症死亡排名的前几位,并不是大众认知中的乳腺癌、宫颈癌,而是肺癌、节脂肠癌,诱发癌症的主要风险因素为酒精、烟草、肥胖以及感染,对此一定要改变认知,尽可能避免风险因素。 三、骨质疏松性骨折,过了60岁之后,由于罹患骨质疏松,会导致宽部骨折的风险明显增加,其中包括骨骨颈骨折、宽臼骨折等,其中70岁以下的女性,更容易发生骨骨颈骨折,70岁之后,则更容易发生骨骨尽端骨折,宽部骨折,是致死率最高的骨质疏松型骨折。 老年女性发生宽部骨折后,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25%至30。 四、阿尔兹海默症,流行病学调查显示,我国男女性,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比例,分别为2.4%,4.2%,女性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。 究其原因,主要与三个相关,一是女性寿命普遍比男性长,年龄越大的人,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风险就越高。 二是女性绝经后,体内性激素,以及促性腺激素变化,容易导致中枢神经调节异常,进而增加疾病的发生风险。 三是女性更容易有情绪波动,发生抑郁,焦虑等疾病的风险更高,这些也会增加。 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生风险,衰老,并不是大众认知中的匀速发生,而是在某一个时间点,突然感觉衰老,对此不必过于惊慌,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态,直面身体的变化。